大家都知道 海报中会包含很多信息 就像四季城那样 可以看到很多的武器和身份 那么我们推测一下 第七季的身份和武器 也不过分呢 根据海报和片名来看 故事是发生在海洋深处的一部冒险动画 片中可能会出现很多的海洋生物 而且在海中历险的话 小羊们必须获得海洋的能力才可以 所以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就是众人获得能力 就算在海洋深处也不影响发挥 第二种就是像一国大营救的一样 满羊羊变成猫以后 就是在水下和喜羊羊他们进行的战斗 在水下有一层保护膜 可以保证海水不流入其中 而且在这边还有像云一样的东西 很有可能是漂浮在空中的岛屿 而且问题很有可能出在岛屿上 这块粉色烟雾放大以后 出现一个人影 看着就像反派 再来看小羊们的能力 费羊羊一次还是获得了 可以增强自身的能力 可以在空中飞行 但也可能这一次不是循环的创作 而是科学的题材 很有可能这一季要靠 慢羊羊和灰太狼 这两位大发明家了 毕竟在其他人的身上 看不到道具和身份的象征 但是可以看到 喜羊羊踩着滑笔 懒羊羊坐着泳圈一样的东西 灰太狼穿着一身潜水服 貌似在海底寻找东西 美羊羊和暖羊羊 在后面坐着摩托艇一样的东西 飞羊羊脚底的鞋子 可以喷出氮气 飞行于空中 所以 羊村守护者吸熬油神秘羊 很有可能是一部科学题材的冒险动画 毕竟从羊村守护者二开始 就一直是 玄幻题材的 来一部科幻题材的 很合理吧 况且慢羊羊和灰太狼 在从前的动画中 可以算是喜羊羊之下的二人 每一集的动画短片 都是灰太狼和慢羊羊二人的科技比拼 对此 你觉得 第七部羊村守护者 会是科技题材吗 第七部科技材的